我谁肯带哭他那些字 大家好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福乐克斯 这个罗拉模型的一个训练 那么可以通过本地部署训练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本地部署 因为他这一个 如果你不是4090显卡的话 我真的是不推荐 就是浪费这些时间在本地部署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站 然后点击这里的一个训练 你可以选择人物角色 或者是画风 或者是比方说衣服 或者是OpenPost这个Post 那么我们在这里测试的话 我们选择这个风格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名字 你想要这个模型的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将模型的这个图片上传 那么在这里 我为了测试只上传了三张图片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隐私的一个保护 你可以打开也可以不打开 我们点击这一个东西 它会给你自动打标签 然后我们在这里说一下 你唯一要注意的一点地方 那么在这里就是一个附加提示词 比方说你想要这个模型 加入我们的这个名字 也就是一个触发词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这个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生成 那么我建议上传的图片大小应该在1024 乘以1024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它最下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提示词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那么在这里我们选择这一个 那么这就是一个训练的有关设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一个是轮数 那么如果你想训练10轮的话 你就在这里输入10 那么如果你想训练这个步数 那么一般画风罗拉的话 我们是10到30左右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个30 那么这就下面是一个步数 它会给你告诉你现在已经产生了多少步 然后在这里我们一般默认情况下 我们设置为一个4 这里我们可以设置为1024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保持默认不变 然后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改为0.0001 那么这个数值是什么含义呢 就是11负式 也就是这个值 当然你也可以测试 你也可以在这里输入0.0005 这样子也可以 然后我们这个选择这个 我们在这里将3改为1 然后我们继续 那么这个值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进行填写 那么以我一般是填写128 然后这里设置为96 那么产生的文件 这个罗拉文件就会很大 一般情况下 我这个已经是训练好 然后它是产生了一击的一个罗拉文件 你可以适当的填小一点 那么如果我们这里填写64 那么我建议下面是填写32 它这里也有这个对应的一个说明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还是保持木轮不变 然后我们在这里 只需要点击生成即可 那么点击生成 它是需要进行一个付费的 所以说 它这个是一个 在线的一个生成 付费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 你也可以点击这里的一个正在训练 那么在这里会记录你的一个训练的一个 历史记录 我们可以选择这一个 那么这个就是我正在训练的 那么现在它训练到第七轮 它一共有十轮 那么我们需要继续的一个等待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轮的这个图 它有一点模糊 质量并不好 第二轮稍微强化了一点 然后我们继续往上看 那么上面的这一章就效果很好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第六轮开始下载 然后将这第七轮的一个模型 六七 八九十对吧 都可以进行一个下载 下载 然后进行对这些模型进行一个测试 当然一般情况下最好的肯定是这个第十轮的这个模型 你可以选择发布这个模型 或者是不发布